实在是太疯狂了 干妈不知哪根筋又抽住了 今天突然来跟哈扎德道歉要和平相处 并非要把自己家房子借给哈扎德结婚用 然而这都不算什么 更离谱的是明天就动身去帮哈扎德向肯尼求婚 这个女人到底还有什么心计呢 不会又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吧 但我们看着干妈的状态很正常 并不像前段时间那么疯疯癫癫 确实令人看不懂 当然我们希望干妈还是之前的干妈 千万不要再给大家带来什么坏印象 更不要再伤害这个悲惨的家庭 哈扎德在后面抓紧时间盖房 心中估计也是十万个为什么 干妈今天忙前忙后的为自己的过错做事情 既帮助孩子们以家打扫卫生 又帮助亲戚没气躁 双方大闹了有一个月 突然变得和平相处 令我们都感到不适应 干完所有活后 干妈就要离去了 临走时又跟哈扎德说 我明天就去帮你提亲 你结婚就用我的房子吧 可是哈扎德就说自己没钱结婚 干妈和哈米德立即说哈桑可以帮你 简直太荒唐 都这么穷了还要逼迫着结婚 真不知这里的人是怎么想的 干妈就这样急匆匆离去了 哈米德望着干妈的身影 似乎又找到了希望的光明 那么明天究竟会如何呢 我们一起共同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